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慨的原因就是在现实的环境中 你会看到绝对大多数的一个 就讲人类社会的背景之下 人们对生命的衰败的认知只剩下 当对人们生命衰败的认知的话 人们只剩下表面的文化的一切变成了一种欺诈 它自然成为了一种欺诈 这种自然欺诈会被恶的势力 魔鬼统治世界的恶的势力 就像小丑一般的嘲笑 那拜登在在拜登这个星期初的时候 星期一的时候 跟州长说了一句说 抗击疫情不是联邦议题 他推卸责任 但你不去坦白的说 很抱歉我错了 民主没有错的 精英没有错的 科学没有错的 这就是最大错 这是今天当今社会人类当中 被魔鬼统治世界 那第一层就是被魔鬼所影响的生命 所表现出来的 令人不齿的一种表达 所以当这个情况下 你再强调民主的时候 所有人 正负的人 只要他还有生命认识的时候 都会嘲讽你的 都会嘲讽你的 美国的美国很有名的一个 橄榄球队的什么四分位 我记得昨天提到 他同样在节目中讲 他是他得病了 他得病了 他得病了 他采取了所有手段 就是不打针 就是我不接受疫苗 不到48小时 他全康复了 然后他明确讲 疫苗是科学 如果科学不能被提议 不能被质疑的话 那科学就成了宣传 宣传就是欺骗 科学成了宣传 宣传就是欺诈 那欺诈谁 掌握科学的人 掌握科学解释权力的人 就不是人 他其实是高级动物 所以这是一个大的背景 但偏偏 以科学知名的含义的一切 在现实的环境中 人们在嘲讽着 所以你今天 你再看在西方媒体 任何西方媒体 没有人在说不打针是错误的 没有 没有人去谴责说 你为什么不打针了 都没了 他们不去谴责他 不打针的 他们也不承认自己是错误的 每天几家 几千架航 这个班次的航班被取消 美国 加拿大 澳大利亚 欧洲 为什么 机组人员全打针了 那全出事了 全染病 那扬了 那扬了怎么办 隔离 原来说隔离十天 CDC呢 后来这个航空公司协会说 你隔离十天 天上到空了 连鸟都没了 回头 那怎么办呢 改十天改成五天 你隔离是为了人的安全 不是为了飞机能飞 是不是 你从十天改成五天 说这是合理的 那你们家当初十天 都是合理吗 疫苗没改 这个病毒没改 那个人还是那个人 就是每天打了一天 所以说 你科学可以按照 你今天赚钱的需要 民间赚钱的需要 而任意改革 你的所谓的隔离的规定 那如果你十天改成五天的话 你口罩可以不可以改 打针可以不可以改 那在一个剧场里头 人们看戏的时候 可以不可以改 这是一样的道理 科学连小丑都不如 对啊 美国CDC自己做的 美国CDC同样宣布说 哎呀 对不起 这个12月初当时 12月初当时的这个 这个进行测试的 所谓的新变种病毒 跟印度变种病毒的比例 给说错了 当时说呢 新变种病毒呢 占的比例73.2% 实际呢22.5% 你们家有谱吗 差距有点太大了吧 说你73.2% 说我记错了 应该是64.1% 哎 这听起来 哎 差不多 是哈 这个 这个 它新的东西吗 哎 你中间差两头 你说胡说 多了就 然后讲了12月份 整个一个月 在美国真正流行的是 还是印度变种病毒 占主要 那星期一 44万人确诊 还是印度变种病毒 占主要 摧毁了所有疫苗 你为什么不去检讨 你今天打针的政策 科学从来没有错误 科学不会检讨的 人家夫妻马上退休了 拿35万退休金 跟大家分享几篇内容 那立场新闻 何人是被保释 但是呢 今天下午的时候呢 立场新闻 董事会人 另外两个人受审 其中一个人呢 身体受不了 所以估计庭审得持后 那对于香港人 没有见过这些 这个东西就像文化大革命是一样 完全不用 对香港不用动枪动炮 吓死他 因为他没有经历过 他们没有经历过 那习近平经历过 习近平完全经历过 所以就说 他只用他曾经经历的 他想让所有的人 去品尝一下他当时的心态 仅此而已 那何人师 他是加拿大人 他有加拿大护照 我以为多少他有顾忌 那何人师本身呢 你昨天节目中讲过了 他自己抓他 并没有以他个人的行为 却是以立场新闻 立场新闻的概念出现了 那你就变到 你同样能够称显出 就这个体制的本身的那种 那种垃圾的品质 什么意思 你不用说 你不用去想说 香港政府 香港的这个司法机构 有多 有多人性 他们不是人 但不是人的本身 他们有非常的 悲贱的生命的论知 当他觉得惧怕的时候 他立刻变成很悲贱 当他觉得可以下手的时候 他可以把对方 砸生肉馅 砸生肉馅 所以我永远愿意 把他当成李连英式的东西 我们把他嘲讽成李连英式的东西 很多朋友一开始听着很炸耳 在宾州 一个难游泳的大学生 游不出成绩 把自己咔嚓了 然后今天 连破宾州的记录 宾州是长青藤大学 所以今天的长青藤 就是以这样的方式 来获得自己的利益 那给今天整个 宾州大学的这个 这个学校的记录 带来巨大的困惑 因为 如果你接受他的话 不会有人再超过女子运 这个女子游泳 不会再超过他了 他超不过去了 对不对 但如果你不接受他的话 这是人权 这个立场新闻 在Facebook上的这个网站 被强迫关闭了 结果600份的影片 来不及备份 这些没有意义 我跟你讲 没有意义了 没有意义 那人们备份啊 资料啊 再留下来 成为历史的记录 这些就是一种新闻了 那今天的环境 我坦白讲 如果没有未来的神佛 未来的佛的出手 人一点办法都没有 那这样的分析 无外乎是在利益上的一种分析 不开玩笑 无外乎是在利益上的分析 Facebook今天叫Maita Maita要创造的是元宇宙 那元宇宙的概念 是挑战神的 他用计算机的一切 同样在挑战神 那他的概念 有着小鬼的概念 就是因为撒旦就是一个了 但他的概念 跟中共的概念 是非常趋近的 用了人的创造力的一切 用人的创造力的一切 去挑战神的存在 前董事 廉宇正被通缉 那这些人都一定会被通缉的 今天在香港曾经做过 类似就像我们这样的自媒体似的 如果把它叫自媒体 凡是做新闻评论的 在香港的 你只要没跑出来 那就这样了 这是一个很正常的 很简单很正常的一个环境 对不对 很简单很自然的一个环境 所以真正明白的人 他不会在人的环境 去争对错 在香港出事之前 在他讨论这个国安法之前 国安法一通过 人家立刻抓了12个偷渡的 那是做了一场戏 把香港人全给吓碎了 没有任何人敢偷渡了 没见过 打射你的腿 对不对 所以习近平是被打舌腿出来的 他姐姐自杀了 他用那一份生命的精力 去整治今天所有香港人 香港人见过吗 他做了一个局 你现在其实说句难听话 你就偷渡根本没事的 人家说涛哥说偷渡了 我说偷渡了 你敢吗 你不敢的 英国分社宣布停止运作 他根本就干不了了 立场新闻 他就是一个网络新闻 其实是在2019年 2015年到2019年 他比较大的发展 因为年轻人比较多 他立场的比较鲜明 比较鲜明 比较快捷 叫香港独媒 他就叫独媒 独立媒体 宣布解散 停刊解散 其实香港所有的媒体 除了中共背景下的媒体 都会有危险的 它是一个层面 一个层面 一个层面 它会发展到什么程度 明年二十大 中共没有二十大 就说这意思了 他计划在二十大之前 会对香港的媒体 有一个整治的 这样的话 香港就变成了 香港的媒体 就像陕西的媒体 差不多了 我以为是这样 那作为一个独立的媒体 它没有什么 太多的能力去对抗 那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请不吝点赞